北京时间12月20日,CBA公司开出罚单,北控球员阿巴斯和四川球员哈达迪君因为在CBA联赛第18轮比赛中出现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,遭遇竞赛合罚款处罚。 CBA18轮,四川南篮客场挑战浙江南篮,浙江队最终在主场以30分的优势大胜四川队,在继续延续主场的强势外,也送给了四川队10连败。 而在比赛中,四川球员哈达迪是输球又输人,在比赛第三节进行到8分22秒时,哈达迪篮下被打张永鹏,无前协防将球断掉,哈达迪和张永鹏在倒地后,哈达迪直接一脚踹向廖张永鹏的头,裁判立马给廖伊朗人一次委体犯规。 赛后CBA官方认定,哈达迪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体育道德,并且违反料联赛相关规定,即已引发赛场秩序混乱,于是根据根据2017-2018赛季,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纪律准则,第二章第31条第一款之规定, 即与四川平胜对15号球员哈达迪通报批评,停赛二场,停赛场次为2017年12月21日第19轮和2017年12月24日第20轮的比赛,并处以罚款5万元的处罚。 罚款的缴纳请按照,纪律准则,第一章第14条之规定办理。